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新角色星雲遜 這款新角色本身沒有打算抽 不過我有一個朋友給我看一張圖 他抽中了仙女星雲遜 我自己看到他有這張圖 我也想抽一抽 抽完就玩一玩 跟我在陸服玩的時候 試到不同 有一點分別 因為始終打AI玩偶 實在無法試到一些東西 言歸正傳 直接跟大家介紹 跟之前體驗有什麼不同 首先就是我們開招的 下一個BUFF 印記 下完這個印記之後 如果我們的全體輸出 全體輸出可以幫助我們增加印記 不需要我們的信自己慢慢去疊 這裡要留意了 所以我帶了一隻神沙 加上六分儀去配神沙 而我們的信最主要是 要比開全體技快快的角色 例如我的星雲信 排在神沙或海王的後面 其實會導致第一回合 失去印記的效果 所以這隻星雲信 普遍來說 都是放快一點點的 當然啦 有其他的玩法 但我自己覺得 排快一點點會比較好 即使你走得越快 碰到印記的數量就越快 如果對方有真理的話 星雲信就非常好用 如果對方沒有真理的情況下 打一些極度厚血的角色才有用 例如打屎昂 不過老實說 打屎昂 也未必一定要用到星雲信 始終我打了這幾場來說 我自己覺得最有效是打這個珍妮 因為珍妮拉了線 這一刻跌到六下 這個星雲氣流的話 可以直接做到全體大量的輸出 這個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在日後PVP 應該都會看到 如果打單體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跌到六層 對方都沒什麼血 再用這招秒殺的招式 我又覺得一般 這招的威力非常大 不過大家要注意 首先印記要疊上去 然後才能做到大輸出 如果只有兩三個印記的話 輸出不足夠 另外就是我會下貓神 有其他的傳奇可以下 不過貓神有什麼好處呢 貓神第一個好處就是 第一回合 無論如何都會放印記 然後第二回合 如果夠快 後面有六分儀給我們打全體的話 首先要技能夠高 如果要疊夠六個印記 下一回合可以加多50%攻擊 基本上如果六個印記加上這招的兩能量 星雲風暴的話 對方會死硬了 對啦 打單體就死硬了 如果是拉線的話 起碼會做到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我不敢說究竟會有多少 但怎樣 三分一 四分 一點都可以扣到的 如果你說在後段 這樣又會怎樣 因為它成千% 你計算一下 它每個印記加上這招的... 如果你說到星雲風暴的5% 它每個印記可以做額外的200% 如果你說6乘以200% 即是1200 然後再加上基本的就1400% 大家可以想想 傷害有多高 但我覺得這就是拉線最有效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要加上六層的 就真的要玩... 本身你也要玩全體的輸出 對啦 本身你也要玩全體輸出的性鬥士 包括神沙 海王 又或者獅子 獅子我怕它不夠攻擊 如果你說獅子要夠攻擊 起碼你招技能要升到4 單位承受傷害1% 就15%會產生這個印記 如果你說最基本的玩這隻星雲信 要幾本書的話呢 呃... 我看起碼都要5-6本書 因為星雲氣流你也要多加一點 才有很大機會用到 不是說你做到全體輸出 它就會給你印記 對啦 而你... 也只是一開始疊在1個角度 當然一開始你可以選擇放在2個角色上 對啦 你用6分而給星雲信 對啦 S級的信 放在2個角色上 然後做全體輸出也可以的 對啦 因為下印記是零費而已 下印記 大家看到我這一回合 因為對面有拉線 對面最高血量的應該都是教皇 那我就直接疊教皇吧 好... 另外再說回 如果大家是新手的 還是那句 不要碰這隻角色的新手 不是很適合用的 另外... 老手的話 應該不用我說它是否厲害了 看完影片 以及說了大概的招式 你也知道的啦 對啦 屬於一隻超強的單體爆發 不過... 它疊的印記是需要起碼兩回合 也需要輸的 不是不用輸的 這隻星雲信也需要相當多的輸 但你說是不是很多呢 又不及星矢多 對啦 可以理解成... 比這個神聖矢少少 對啦 但你也要有差不多 因為要有兩招技能要升 好 這裡我們再看看現場情況 即是... 聖地真鋒的現場情況 聖地真鋒我已經很久沒打了 所以牌位也有點低 不過就這樣跟別人打的時候 陣也能贏得到 不過對面的陣也算是雜亂無章 先跟大家說明 因為這隻角色剛剛抽出來 我還沒夠時間升上去打銀河PVP 未來有機會有些新角色使用的話 我都會在聖地真鋒跟大家玩 因為始終是最佳的 升到技能... 那些技能爆發了啦 第一樣就是升到技能爆發了 第二樣就是... 不用我浪費資源去特意升這隻角色 所以盡量會聖地真鋒 對面就看到了 這隻教皇就差不多跌滿了 對面也會拉線啦 如果對著星雲... 星雲信呢 那怎麼辦呢 如果有真鋒的話 盡量在他儲存 即是可能儲存得高段數 我想四段... 四段的印記之後 其實就不要再拉線了 因為拉線也蠻可憐的 我相信有些朋友玩過陸服的刀之星 如果你玩星雲信 拉這個鏈的話 全隊扣血扣得很金 當然啦 如果不拉線的話就會被人秒一隻 就看你當時 你那隻被他疊的 是否比較重要 或者你可以在他疊之前直接秒一隻信 他疊之前你直接秒一隻信就沒事了 對嗎 你看到對面其實也沒有特意去搞我的信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聖地真鋒的敵人 不知道是否不知道星雲信的用法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搞神沙 當然啦 神沙和阿信優先肯定搞神沙 不過對面剛好有拉線 如果沒有拉線的話 其實信會比較弱 因為你只可以秒 老實說 如果用兩彎秒的話 不如我用屎昂吧 屎昂也是S 屎昂也是非常容易的星技能 以及屎昂的用法比你多 所以如果不是因為拉線 即是打全體分箱的時候 我覺得屎昂比較好 對啦 單體的時候 如果拉線的時候 其實用全體攻擊都可以 又不一定要用星雲信 所以它的定位比較尷尬 你現在看上聖地真鋒 它可能真的很強勁 但為什麼它陸服沒什麼人用呢 其實就是情況很尷尬 如果你有神沙 如果你有屎昂的時候 單體為何不用屎昂去爆你呢 我第一回合就可以爆死你了 不用疊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對方拉線的時候 為什麼我要用一隻 打一隻來分箱分死 另外那些呢 為什麼不用神沙這些全體技能呢 這樣會有尷尬的定位出現 我自己覺得 當然啦 你說明天或後天會不會看到 神手放這隻星雲信出來 很難說 對啦 我也不知道現在的陸服玩法會不會說出 但你說真的比較起來 對上次比較短目的神星矢 其實好玩很多 對啦 星雲信呢 就這樣看它是有傷害 但是它的傷害需要儲存一段時間 也有很多角色可以去代替 不是說沒有角色可以代替 第二也是要升技 如果你手持有很多好的角色 例如你已經有神沙 有海王 有屎昂的話 其實放這隻下來 陣子好像有點多餘 我自己覺得 就這樣玩的時候 當然啦 我應該不會升上去的 純粹是草 或者是特意抽來拍影片 剛才跟大家說過 有個朋友特意發出一張照片 我就抽了幾十抽 其實這麼幸運就真的中了 純粹試玩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了解到這隻 我也說了自己的看法 當然每個人的看法不同 如果你有其他看法的話 可以在我的影片留言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令你更加了解 這隻星雲信值不值得抽 再說一次 現在正在打聖地真風 如果再出到銀河 它的傷害應該會更高 不過大家要注意 你的前提是 你這隻星雲信不死 你第二回合才能做到輸出 或者第三回合才能做到輸出 第一回合基本上沒什麼可能能做到輸出 無論如何都要第二、第三回合才能做到輸出 這方面大家要知道 那我們這條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的請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掰掰